李延峰爆料說之後 你來這邊怎麼做一年擺這件事情 明年中下子就會離開市府 當初你只有答應蔣萬市長 做一年擺這件事情 不過我想政務官本來離開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本人要離開 或是市長要他離開 所以政務官本來就是每天如果做不好 或是自己也不符合意願 都隨時可以離開 沒有所謂一年或是一年半的狀況 那早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麼說的 那我只能這樣的回覆 我只能說不定 那我只能說這件事情 我只能說不定 我只能說不定 那我只能說不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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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大概是這麼樣子 有沒有大概幾位 不喔 這個大概我沒有去計算 但是比較偏重的大概都是工程的這一個部分 那其一的部分大概就 這個另外的由蔣市長去做這個 因為常勤這個媒體人蔡世平 將會接任文化局長的部分 您剛剛有說就是還是要由蔣市長這邊來對外公布 因為這一部分可能我不知道 所以只有蔣市長這個大概徵詢才能夠對外宣布 那你認為他算是一個不錯的人選嗎 是不是在政治文化中 那私平在當然我們都認識啦 如果他願意來加入這個團隊 那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人選 那在徵詢工程類這些人的過程當中 有空閉的狀況嗎 嗯 還好欸 還好欸 因為我太老了吧 哈哈哈哈 剛剛有提到說下午會進行交接的部分 有沒有接對哪一塊來進行交接 不過大概府裡面 大概前面他們有去這個開了一些 這個交接的項目 那當然就由這個柯市府他們去做決定 所以從政生副市長跟您做對接 不過這個大概應該是啦 應該是 那當初是什麼原因就是從原本拒絕然後突然到接受 是因為蔣市長他三過毛路 不過這個當然啦蔣市長相當的誠懇 那我剛才也講過希望如果假設我們能夠提供一點經驗 那加上蔣市長的創意年輕的這個部分 對台北市有一些幫忙 那我想我也願意 因為我剛才講過我待在台北市已經三十幾年 雖然那條歌唱說這個台北不是我的家 那台北其實是我永遠的家 我希望在這個假設 當然這兩年我過的確實是很快樂啦 那如果能夠提供一點意見給蔣市長 對台北市民有幫忙 所以大概又又聊下去了 蔣介副市長之後韓市長有跟你聊聊嗎 他是最大的幫手 把我推到河海的最大幫手 所以韓市長還蠻糾結的 那現在其實糾結的心情都已經很重要嗎 應該還好啦應該還好啦 我剛才也講嘛不管我太太啦 我們現在公司的董事長副董 每一個人跟我講說這公司是小偶到市府 如果能夠提供一點經驗 我們要為民服務 他是一個大偶 我想這個大概是我最大的目的 這當初的協旨要能說出原本工作的關係嗎 對啦這個大家應該對我有了解 我也沒有要想什麼 我也沒有什麼這一個部分 如果亞共提要就是工作嘛 那如果能夠有幫忙 對這個城市有這個幫忙 那我們就起床 加爾庭要說韓市長是最大的幫手 現在韓市長推薦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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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怎麼看這個蔣萬安今天公布他的小內閣 那被發現說裡面其實留任和回鍋的都不少 你怎麼看 應該這樣講啦 我看他有一些風格各種滿像 他用很多事務官上來的 而且大部分都在台北市當過 好處是業務比較熟悉的 我想他上線都比較容易 市長有沒有看說蔣萬安看起來留任了很多你的局數首長 自己怎麼看這件事情啊 這表示我的局數首長非常優秀啊 會不會覺得他都找不到人的感覺 這表示我的局數長太優秀了 因為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這次國民黨當選的人很多 所以他們就是要造成他們就是大家都在搶人 所以也是不是也導致就是說你這邊蠻多局處長是被人群的 其實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這我長期在研究 其實我們台灣還是要重建文官制度 不要說因為一個人當選 換一大堆人 我覺得這不太好 據我所知 好像換一個總統要換六千個職務 所以說很容易就變成一個利益集團 所以如果我們慢慢恢復文官制度 就是說 有誰當選那換的人都不是很多的話 然後盡量回憶文官制度 對台灣的長期發展是好的 現在你是常常去接任副市長嗎 還有陳永德議員是否要接任民政局長 第一波的人事安排 下個星期我就會正式跟大家介紹 川北不只是有工程的專業 他過去在台北市公務機關也服務了25年 對台北市政非常的熟悉 不只如此 他也擔任過新北市副市長 高雄市副市長 行政院秘書長 豐富的行政經驗 陳穩精準的市政判斷 還有他調和鼎耐 溝通協調的能力 都有助於未來跨縣市的合作 也是台北市目前最需要的全方位人才